悟性是内心深处的感受 觉悟是内在能量的确认 每天能感知幸福的人 是活在莲花中的人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人生如梦 瞬间消失 看似内心可以坚持的道理 其实就是执着偏执的歪理 师父还说 替天行道 道在心中 实心是道场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近来发生的一件事 我吃素已经有五年多了 使原本痘痘脸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好了 痘印也基本看不见了 皮肤变得非常光滑细腻 不过前两周 我脸上突然长出很多小疙瘩 满脸都是 不疼不痒 令爱美得我非常苦恼 想到师父开示过 皮肤问题都是小灵性引起的 于是 马上我针对脸上的疙瘩 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第一 每天增加念诵往生咒二十一遍 持续一个月 第二 念诵二十一张小房子给药经者 第三 问题解决后 在师父博客分享 于是我抓紧念小房子 等我烧送完二十一张小房子 往生咒念了一个月还没到 脸上的小疙瘩 不知不觉的全部消失了 皮肤又恢复到之前的光滑细腻 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 只是想说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我一定会一门精进 修学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灵验案例 给母亲放生 母亲几次做到宵夜梦境 我自己学心灵法门已有五年多 自己严重的精神病大大好转 分享一下我母亲的变化 我母亲是比较固执的人 以前一跟她说佛法 她不愿听 拒绝 后来她头疼几次 都是我给她念小房子后好转 她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法门灵验 后来我给她念心经 求菩萨保佑她信佛念经 她起了很大变化 有一次闻到檀香味许久 她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我经常放生 就给她放放 她做过很多次洗澡的梦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现在我母亲能每天 念二十七遍菩萨圣号 我很知足 我母亲从开始到现在 有了很大变化 非常感恩菩萨和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化解冤结的经文组合小房子 很灵验 也要学会口吐莲花 分享 昨天画了三张 化解我和新来的领导的 冤结的经文组合小房子后 除了一大早 她找我 我在忙 后来 她和我总是有时间差 找不到我 直到下班前 总部出了一个文件 大概意思让她暂时 不能为员工拿任何资料 我暂时得以解脱 可是由于我昨天下午 和同事去办事 背后说了不少 新来的领导的坏话 昨天下班后 就开始头疼 今天 口腔又无缘无故地 被自己咬了一个大炮 所以再次深深地忏悔 千万不能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没有对错 只有因果 我错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到 家里大女儿今年要考初中了 平时成绩中等 要考的学校 是县城一所出名的学校 另外一个学校新的 还在修建中 说是两门成绩 必须考到185分以上 才能进县城学校 孩子压力好大 平时成绩一般般啊 这不是明显 要进叉的学校吗 很担心啊 没办法 现在成绩还没出来 我叫他赶紧读经 坚持每天做功课 暑假有空就读白话佛法 昨天跟我说 他做了个梦 考到两门刚好过线 孩子很高兴 虽然不是真的 但他心情很愉快 平时总是为学习 自己也是很胡闹 做到好梦也是能量 孩子读了白话佛法后 说自己以前很自私 喜欢生气 还会恨别人 说要慢慢改进自己的毛病 以前总是跟妹妹 吵架争吃的 不做事 现在还会帮我做家务 给我洗衣服了 好感动啊 这就是佛法的能量啊 太感恩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兄们 一定每天好好修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想一想 人活在世界上 很可怜 一个猎人抓住一个小鸟 这个是一个会说话的小鸟 这个小鸟说 你放了我 我会忠告你三条 就是给你三条忠告 猎人说 你先告诉我 我发誓 放了你 这个鸟说 好啊 第一 做事不能后悔 第二 如果有人告诉你任何一件事 只要你认为它不可能 你就不要去相信它 第三 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费力的去爬 这个时候猎人将鸟就放了 鸟飞了之后 想试一试 这个猎人听尽忠告没有 就跟他说 哈哈 你真傻呀 你真蠢呀 你放了我 但你不知道 我嘴巴里含着一颗价值连成的大珍珠啊 就是这个珍珠 让我变得这么聪明啊 猎人一听气坏了 马上到树上 想去捉这个鸟 爬也爬不上去 爬到一半就摔下来 而且摔断了腿 这时候鸟又说话了 你把我的忠告都忘了 一旦做了 跟你说不要后悔 你放了我 你又后悔了 听别人说 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相信 你怎么会相信 一只小鸟嘴巴里会有价值连成的珠宝呢 告诉你 叫你不要爬上来 不要爬 你不信 你硬要爬上来 看见了吗 摔断了双腿啊 学博人也是这样 一定要学会听别人的忠告 善意的忠告 就是慈悲的语言 不管他是谁 都要接受他 我们要学大海 学会包容啊 我们要学莲花 要有内涵啊 我们要学轻松 要坚韧不拔呀 学博要拥有智慧 学做人 就是学菩萨 所以能成为菩萨的人 他一定有佛性 拥有佛法 希望大家好好学博 好好的 爱护佛法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生命的真实性在于过程 执着过程会带来痛苦 放下过程 才能懂得苦空无常 而离开过程 才是真实生命的开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